佛心最苦,别人见到说我这心真不敢不该有,但与生俱来并且随着生活更加蔓延和深入,每见一片落叶,不管它是青是黄,是自然飘落,还是风吹雨打,心头都会泛起阵阵哀愁。 即使是闭上眼睛,也会听到,捂住耳朵,也会想到,也许你说我只是看到叶落,却没有看到或是忽略了花开。 不,我也见到了花开,但我并未感到喜悦,因为有生必有死,既已见其生,就已知其将亡。 即知其将亡,又如何能喜悦? 花开花落是自然的,也是应该的。 夜生夜落也是自然的,应该的。 花美,夜也美,花落,夜也落。 所以,在别人眼中看似自然的景象。 在我的眼里是那么的可悲。 我厌恶眼前的景象,却无力改变。 只期盼自己早点离开这样的人间,少见少闻一些令人于心不忍的景象。 但又生怕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一片落叶。 这样的悲哀必然会也将永远会如此延续。 因为生命生生不息,而佛法无边,但人皆有恶念善根。 虽说,人谁不死,佛意涅槃。 我没有佛的大彻大悟,大眼界,大胸怀。 一生也不愿拥有。 我活着却无力拯救人们一丝的痛苦,那就让我和人们一起承受痛苦,无论多苦我心甘情愿。 故而我这颗俗心在俗世中受尽煎熬。 纵然念万千阿弥陀佛,无一人得以解脱又如何? 这在无心其实并未得到一丝解脱。 众生解脱,无才解脱。 众生一日未成佛,我梦中消有泪痕。 这才应该是真慈悲,真佛陀。